好 首先来关注一下英国延迟脱欧的相关消息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20号在议会下远说 他已经向欧盟递交了信函 正式提出推迟英国脱欧的申请 特雷沙梅在信中说 英国寻求将脱欧最终期限由目前的本月29号 推迟至6月30号 他强调自己需要更多时间来说服议会进行第三次投票 以批准脱欧协议确保有序脱欧 英国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尔滨说 首相此举正将英国带向混乱与危机 英国议会下院上周通过一份政府动议 明确若议会下院在本月20号前通过一份脱欧协议 英国政府将与欧盟协商寻求将脱欧最终期限推迟至6月30号 否则脱欧最终期限恐将被推迟至更晚 但本周英国议会下院议长约翰伯科援引议会传统 拒绝此前已被议会下院两次否决的脱欧协议 在实质内容不变的情况下第三次交付议会表决 值得注意的是 英国脱欧最终能否推迟上取决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态度 感谢观看